大家好我是奈妮 今天要教大家车领钱包 缝份是用滚边条处理 先把铺粘贴在表布上面 缝份大概留0.5或1公分 那表布一片 拉链跟包边条 好那拉链朝下 对齐我们的表布 先车第一道车线 那我大概车0.1或0.2公分的缝份 车好之后呢 再来我们的礼部呢 正面对正面朝下 就是正面对正面这样子 然后车第二道车线 第二道车线我就会车的比较深了 这样子就可以把我们第一道车线覆盖住 那这样子呢 你翻过来的时候就不会看到第一道车线了 翻过来呢 那我今天不压线 因为我今天呢 要做另一个车法 所以就不压线 好再来换车 另外一边的拉链 那把部对齐好 一样先车第一道车线 好那第一道车线 我一样也是会车的比较浅 大概0.1或0.2公分 那你的压角碰到铁头 所以就把铁头往下拉 好了之后呢 再来我们换车第二道车线 那一样我会车的比较深 好覆盖住我们第一道的车线 好那一样碰到铁头 就把铁头往下拉 撑好之后呢 我们就把铁头翻过来 好那把布呢 把两层布呢 拉好 对齐好 等一下我们要来处理 侧边的地方的侧法 那我会先拿夹子呢 把拉链固定起来 那固定的时候呢 两边的布呢 要给它对齐好 这样子呢 翻过来说表面才会比较好看 好那夹子交好之后呢 那我就会先从底部呢 开始车 从底部往上车上来 第一道车线呢 我大概是车0.5公分 呃 不要车太多 因为等一下我们还要用滚 呃 滚边条包住我们的红份 所以不要车太多 以免你到时候呢 第一道车线会露出来 那起针呢 跟结束的地方呢 都记得要 要倒针 倒针的目的是 呃 是为了防止线会脱落 所以这一点呢 要注意 好 那菜呢 我把多余的布呢 给它修掉 那现在我拿出我们的包边条 量一下呢 大概要减多长 那要记得预留一下 我们包边条的红份 好 那现在先把我们的包边条呢 正面对着 然后车缝 车缝一小段起来 好 第一条车好换第二条 也是一样的做法 车好之后就把线头剪掉 好 测好之后呢 再来 呃 把 把包边条呢 翻过来 那 翻过来之后 它就是长这样子 好 我对一下 然后准备看一下 另外一边要车缝 红份大概多少 做法也是一样 包边条正面对着 然后车缝一小段 另一条的做法也是一样 第三条 感谢观看 好,那包边条处理好之后呢 好,我们就准备把包边条呢 把缝份呢,包起来 那里面的缝,那个包边条缝份呢 那你要把它折进去 以免它露出来了 那车大概还在 大概车0.1或0.2公分的压线 对,不用车太多 那就是把你的缝份呢 塞进去你的包边条里面 如果你觉得这样子很 呃,很不好去控制部的话 那你也可以先拿着夹子呢 把你的包边条夹起来 固定住 然后让你好车缝这样 让我的线稍微的卡住了一下 所以我的布才没有办法往前移动 如果你的线卡住的时候呢 就把压角抬高 然后把布稍微往前推一下 那这样子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下面的那个线很多 代表是我的线那里打结了 好,那这边处理好之后 再来换另外一边 那你会看到我拿 拿着夹子给 把我的包边条固定住 对,因为我觉得这样 我会比较好车缝一下 那一样 那一样 在车0.1或0.2的压线 那一样 车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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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把零钱包翻回正面 那稍微整理一下我们的零钱包 把应该拉出来的那个角度呢 就把它拉出来 那如果没有 角度没有跑出来的话 你可以拿锥子啊 或者是尖尖的东西 把它拉出来这样 好,零钱包就到这里结束了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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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